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简单介绍 一个是 我必须向在座的朋友们说明 我不是共产党 我不是国民党 我不是民进党 我也不是一个民党人士 我只是一个中国人 爱我自己祖国 爱我自己祖国 我谈学习新中国 我谈我自己的政治理想 一个文化人的政治思想 只是想站在民主 国家 人民和地产上 不站在任何党派 我即便提到某个党 某个派 某个政治力量 某一个个人 某一个颖秀的好与坏 或者是我自己的有关的评价 那也只是我的一家之言而已 这里 我只有一个原则不能违背 那就是 自新派以来 凡是在外国入侵我中华民族和中国的时候 能够站在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逆场上 抵抗侵略 保存我伟大民族的血脉 持续我伟大民族和国家的发展 那就是应该指定的 新派以来 凡是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进程 推动了中国的富强繁荣的 那就是应该肯定的 反之 都是应该批评和否定的 这就是我对党派最基本的观点 我想事先跟朋友说一遍 第二 今天在谈到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还想简单的介绍一下 前天在梦里等我说的时是新中国的第一讲 第一讲的题目是专制改良和共和革命 我在这一讲里面提到了满清王朝 四十六年的改革开放 三十年的经济改革 即洋户运动的失败 提到了那十七年政治变法失败 和立线改良的失败 从而不幸的 在推动了四十六年的改革开放之后 却迎来了一场共和革命 上台的高楼大战 改革开放的伟大的经济成果 抵不过崇拜成就 终于一朝思亡 我在第一讲里面讲到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 这个革命从天下共弃走向天下共同 这个革命终于创建了一个中国 这个中国叫中华民国 也是我新的大中华民国 就是那个1912年元月1号 由孙中山先生和新凡革命 创建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那个曾经包括了万民国在那四五年以后 也包括了台湾在内的我的大中华民国 我认为他是一个新中国 我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认证了他 认为他是一个新中国 是一个要走向共和 并且已经在街南的走向共和新中国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第二点 就是内容不外化 与走向共和 我今天讲的这个内容 是首先想说明一个问题 就像刚才邱教授已经说到的内容 在世界的共和律史上 有一个基本现象 也可以叫做共同现象 这个现象是什么 那就是 凡是有专制历史的国家 不包括澳大利亚 不包括加拿大 不包括美国 因为这些国家没有专制历史 是一定的国家 凡是曾经有过专制统治、专制君主 有过一定历史的国家 他们在变成今天的共和国家的过程当中 首先都获得过粗造共和的成果 然后就遭遇了 内容外化 什么是内容 内容就是遭遇专制实力的反扑 遭遇形形色色专制实力的反扑 这就是内容 什么是外化 在近现代 由于世界一来一上的地球和发展 任何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 都和这个世界和这个国际的环境走不开 所以 任何一个国家在要积说自己的专制历史 走向共和建设一个民主国家的过程当中 多多少少的都遭遇过估计势力的干涉 至少今天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的内政问题、台湾问题 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国际化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走向共和的历史就变得十分的艰难 甚至会出现反复 多次的反复 那么这就引出一个底性的问题 一字革命 一声枪响 可以推倒一个专制王朝 可以把一个专制国王 共生专制国王送上断口坛 可是这一声枪响却没有可能 把这个专制历史里面已经呈现过 并且想顽固的维持下去的思想、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的现象和内容 一拳解决 这是不可能的 就像满清王朝给中华民国留下了一个难堂 前苏联74年的专制集权统治 给苏联走向共和 俄罗斯国家走向共和 带来了很大的历史困境一样 不是一天就能成功的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 因为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起码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在我们比较了我们中国现代走向共和的历程之后 我们能够提高自己的民族自争性和我们的民族自信性 我们中华民族不比任何民族差 我们中国和中国人民 我们一代一代的中国人 也像英国、俄国、法国、德国的人民一样 一次一次的争取过共和 一次一次的失败过 一次一次的创建了共和 一次一次的被专制势力所反驳 甚至于说颠覆 但是光明仍在前面 前面必然是走向共和 缺任格共和和缺利共和 我在讲王子像一个基本的道理以后 我想比较详细地说明一下 我们中华民国、我们中国 走向共和的一个历史公式 我想说的是 如果用比较的观点来说 中华民国像这个世界上的哪些共和国 我的意见是 像英国、像法国、像德国、像俄国、像波当亚王国、像西班牙王国 英国1641年爆发共和革命 到1688年爆发光荣革命 习间48年 专制势力反破五次 五次企图复兵 前两次失败 后两次失败 中间有一次 司徒要和王朝复兵整整28年 然后28年之后 在王冠之下 君主让骨 人民也让骨 走向君主一切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和的新政旗 48年之后 第二 我们看法国 大家都知道 1789年7月14号 侵占巴士第一 建立了法兰西王国的君主立宪政旗 可是路易斯罗夫甘心 他非要推翻这个君主立宪的政旗 他一定要做一个专制的国王 结果1792年 邦华德 推翻了这个君主立宪的国王 建立了法兰西共和国 史称法兰西帝国的国 这个共和国产生之后 经过了风风雨雨 遭遇了多次的失败 拿破仑 拿破仑 作为一个共和的捍卫者 复辟地制 前后14年 拿破仑被打败了 波旁王朝复辟 16年 波旁王朝因为1830年的革命 被巴黎人民被法国人民推翻了 7月王朝复辟了18年 1848年 巴黎人民在喊着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当中 决心继承第一国 也就是罗布斯利尔栽体 1792年 9月22号 创建法兰西帝国 可是 虽然选出了共和国总统 他紧罗密捕地用独裁的手段 又走上了对地制的扶行 真正是巴黎 一直到1870年 在国会的投票当中 共和派以险胜一票的姿态 确认了法兰西的共和制度 确认了法兰西共和国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武当圣 就这样也经过五次的反复批 在法兰西第一次到1889年 即法国革命整整一百周年的时候 法兰西共和国才最后获得了确认和确认 看一看法兰西人民走向共和的历史 充满着革命运扶披的反复教育 充满着民主和专制的反复教育 我们再看一个最明显的国家 恶国 大家都知道 我从小就做历史书 小的他只有一个十约革命 创建了苏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就是能在1991年已经垮掉的前苏年 可是大家可知道 真正的俄罗斯的罗马洛夫王朝 这个400年的王朝是谁可以翻的 1997年12月 有俄国的民主派共和派 都把他彻底推翻了 创建了俄罗斯共和国 可是这个俄罗斯共和国 只存在了八个月 就被列宁的十月革命 我说的是一个废话 彻底推翻 真正灭亡的七十四年 可是在1991年8月的命格早晨 苏联封建了 苏联共产党的垮台了 戈尔巴乔夫和伊迪倩交接棒式 埋葬了苏联共产制度 大家知道吗 没有这个呢 没有草帽 被埋葬了七十四年的俄罗斯共和国的三色旗 在莫斯科的上空重新飘扬起来了 俄罗斯 俄罗斯的那个第一个共和国重新诞生了 这就是今天的俄罗斯共和国 它不是第一共和国 它是第二共和国 可是它的国旗是那个曾经被灭亡了的 七十四年的俄罗斯共和国的国旗 我不想再读太多的例子 凡是有专制历史的国家 在近代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程当中 没有一个国家 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纷乱、动乱 反复和教会 没有 那么 我们的中华民国 我为什么说中华民国 向英国、向法国、向德国、向俄国 那是英国 我们的中华民国 实际上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这场革命 在满清王朝改革开放四十六年 不能救满清也不能救自己 更不能救那个2100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之后 而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这个民主共和国 在创建之后 也必然会遭到形形似色的专制制度 在法国 英国的纯粹的君主专制制度 不足150年 法国的纯粹的君主专制制度 不足350年 俄国1861年才废除龙奴制 他的君主专制制度 就是200年到300年之间 可是2100多年之前 我们的秦始皇就已经废了封建 治了军县 统一的中国建立了君主政制 秦王朝病短了15年 可是秦始很长 2100年 满清王朝被孙中山先生推翻了 那还只是第一个功劳 最大的功劳是2100年的君主帝制被推翻了 中国从此以后没有了皇帝 中国人从此不需要在背后收一个注意 女人不需要补小脚 老百姓建的官不需要下贿磕头 这不是共和是神 那么既然要走向共和国 上一讲一句说明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都跟方便的全球的状况 那么我现在就要说 1912年以后 人民参存产生的怀疑 第一个怀疑 秦王朝病到底是圣灵有什么事 第二个怀疑 中华民国是新中国 是共和国 是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为什么他创建之后 中国是连连内战 纷纷绕绕 一直闹到今天还没有全部走向共和 什么道理呢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我们碰到了一个可怕的问题 这个内忧 这个内忧 西方的这些今天的先进的民主国家 他们都经历过 我们怎么经历过 冤世凯主席 极致 他做了一次拉破仑的梦 可是他没有拉破仑的能力 83天的中华帝国皇席 就在全中国人民 谁敢以帝制之为 全国人民供给之这样一个 豪奈的反扶费的声浪中 被弃死 中华帝国短命了 扶费的帝国短命了 83天 中华民国从此以后 有人想公开的扶费帝制 就不那么容易 1917年 张勋扶费满清 扶持小皇帝上尉 要重建满清王朝 最后只成为一场闹剧 十一天就匆匆小点 撤离失败 此后 北洋军发是手中的武力 在中国以驾共和之名义 以行专制之时 这次都在先认为 混战 失之力 起图以专制内战的方式 来重新统一中国 建立北洋军发的武力政权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蒋介石先锋 蒋介石先锋山先生的一次 百发打倒军阀 以八千名黄土军校的革命军人 面对两百万的军阀军队 居然两个百发加起来 一年零四个月不到 横扫全中国 重建了中华民国的南京政府 可是内忧并没有因此而完结 1927年4月18号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重建 1928年12月31号 张学良在北京一直促成了中华民国的初步和平统一 可是用成都秀先生的话来说 军阀残余的残余 在中华民国取得了初步统一 并且要走向共和的又一个历史关口 发动了十三次武装叛乱 从1929年开始到1936年六一事变直到西安时代 十三次武装叛乱都被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抵护了 我们的内忧 我们的内忧到了1936年为止 大的方面已经基本告已接受 如果没有日本帝国对我国的长期的定性是疯狂的情愿 用哈佛大学著名的教授费冬新先生临死前说的话的时候 中华民国是可以走向现代化的民主共和道路的 可是我们还有一个话 我刚才说了 任何一个国家在走向共和共产当中 它很可能遭到不计势力的干涉 阻挠反对 英国爆发共和革命 苏格兰就支持斯图亚的王朝的国王扎里一世 两度扶贫 虽然魏臣他也被处死 可是民族问题在这里起到了一个跟走向共和背道而驰的这一个作用 爱尔兰就成了英吉利共和国在1649年刚刚成立 马上宣布脱离英国要求独立 最后造成了英国的对战 最后也造成了英吉利共和国短命十一年 就被专制国势力打破了 推翻了扶贫 法国在它的共和革命的99年当中 特别是前70余年当中 欧洲的专制世界害怕法国革命会点燃本国民主共和革命的火焰 已经成为民主政治的英国 因为民主的关系 因为国际的关系 要和法国在欧洲一争高下 于是英国俄国普通这些国家 不论是民主列强还是专制列强 他们居然结合起来组成七次反发联盟 进攻法国打法国支持法国的历次的专制不批事 造成了法国共和革命界的坚囊和复杂群 我不用举太多名字 西班牙说到的 和法国的国都是这样 那中华民国是什么 中华民国所命令的外患是什么呢 内丢是反复辟要复辟的专制事业 起伏在内部颠覆中华民国 那么外患是什么呢 外患第一件外患就是1924年苏联 在外蒙古策划独立并且成功 苏联先是号召外蒙古革命 然后帮助所谓的外蒙古人民 建立君主立宪 不到一年之后又策动革命 推翻这个君主立宪的政体 建立所谓的蒙古人民共和国 今天他已经在亚洲的历史上消失了 不过在苏联策划独立 分离出中国之后 他存在了西洋湖南朝鲁度的远头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外患 我们的第二个外患 那就是苏联在1929年发动了中东路战争 大家都以为是日本是亲自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帝国 错了 我们有两个恶灵 另外一个恶灵甚至更危险的恶灵是恶国 也就是新沙皇恶国 列宁和斯大林的恶国 1929年他违背了自己 在1919年和1920年 两重乡中国宣布废出 旧俄时代对中国的平等条约 完全不去实行 在中华民国政府 东北当局要收回我们祖国的主权时 收回我们对中东路的主权时 他汉兰派佳林将军 带领八万俄军 在东西两边 一百零四个性的边境上 大举侵略中国 斯大林并且给 他在中国的马利子森 发出了命令 谁忠诚 坚定的 毫不怀疑的 捍卫苏年 谁才是真正的共产党 谁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二个文化 第三个文化 1928年第二度百发 向北京进攻的时候 蒋介石挥师前进宴 看起来要克定救出的时候 在济南日本人能够残杀我大使 阻扰我北发军北上 蒋介石只好是一个人自当土 绕道百发 先解决中国的百发胜利的问题 然后再和日本人来算账 这一账 应该说算了谈谈 因为从曼清一直到1928年左右 日本跟中国人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从来不是赢家 可是这一次日本人胜了 输一斤 这是我们遇到的外患 日本人何止于此呢 1931年金国卿占有我国的共产生成 我今天战线设计 我们都外患了 我们在我们走向共和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停遭遇了 国内专制市民 形形色色专制市民的专制打破 我们同样遭遇了外国市民的企图干涉 特别是一个更重要的干涉 那就是在清派之后 每一家大军防备后 都有一个列强在支持他 这个列强有的是在西方 有的是在东方 他们对我们的祖国 他们绝对不想我们统一 他们也绝对不想我们真正能走向共和 中国的民主统一 中国的共和统一 在某些国家利益看得太重 对内民主 对内强权的列强的言语的心 他们是十分的恐惧的 这就是我们所遭遇的国际黄金 是这一位认识 这还是大家都知道的 大家基本上都能认识的 我们还遭遇的一个更可怕的外欢与利益 获得外欢加利益 这个外欢加利益 那就是 新汉之后 在我们的新中国中华民国 走向共和的艰难的历程当中 我们遭遇到一家打着世界共产革命旗号的外国政治人 直接培植命令指挥了中国一个政治集团的持久的判断 我现在讲事实了 大家都知道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大多数的国家都已经走向了共和 可是还有一些国家没有择权活 在这个世界上 整向了共和的国家 都以社会主义革命 共产主义革命 在一定的程度上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 被人认为是更高级的革命 更先进的革命 共产主义革命 神来就是共和主义革命的天敌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我想先去解决一下 1641年英国爆发共和革命 1649年 当英基地共和国刚刚当生的时候 第一个跳出来要推翻英基地共和国的 是英国的军地派农民 因为英国的军地派农民 他们高举度是什么 要吃大锅饭 要大碗喝啤酒 大可胜 人人都要过上均定平等的生活 那时候 社会主义的词汇 在这个世界上 肯定有出现 这是比我们中国的 传统农民的造反革命 起义 具有相同性质的一个东西 那就是我们讲究的是 人人平等 过上一种绝对大同的世界和生活 我们要求的是 大碗喝啤酒 大快吃肉 人家要求的是 大碗喝啤酒 大快吃牛排 其实是一回事 西方的传统农民社会 和东方的传统农民社会 在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个 法国国民 法国国民在爆发之后 特别是1792年 创建了法兰西共和国之后 大家知道 第一个背叛他是谁吗 大家看过鱼果的那个著名的小说 《九三年》 在这一部小说里 余谷 法兰西人 美国大作品 他描写 法国北部旺代地区的农民 在亡党分子 在夫妻市民的策动和号召下 高举起我们怎样 能够没有国王的旗号 向巴黎进去 志在推翻 刚刚断分的法兰西共和国 旺代胖罗 在法国北部落后的农村开始 蔓延整过法国 当时的法国八十个军 六十个军的农民 响应起立 避到巴黎城下 罗布斯比尔 采取了坚定的镇央方式 但是 使这场农民叛乱归于消灭 使亡党分子企图复辱 王朝制度的梦想 可是 康格陆去一场农民革命 法国旺代农民的叛乱 任何农民革命和中国一朝一代的农民革命 没有重点 但是 他出现了近代世界 法国共和暴露上的一个敌人 大家都知道 1848年法国旺发生了第二次革命 建立了第二个国 1848年2月24号 创建了法兰西共和国 1848年6月22号 第一个站出来反叛要推倒这个共和国的 是巴黎的无产阶级 是非 国际共产运动历史的专家们称为 这个世界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第一次大决战 结果是被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理卡通压 把他给镇养了 才暂时的保住这个干战 我们担心的第二个国 大家看 从龙龙的反对共和国 已经到无产阶级成为共和国 我们再看 1870年9月1号 法国在跟德国的斯坦战役中失败 9月2号 法国爆发革命 9月4号 法兰西德人民 高喊着我们要共和国的口号 重建了第三共和国 可是第二月的春天 巴黎歌声爆发 巴黎的无产阶级们 要坚定的拆翻这个第三共和国 提出废除三权分立 要让三权合一 建立无产阶级的转征 法国第三共和国的总理齐二 非常有胆量的阵量 如果没有阵量 共产主义在这个世界的胜利 要早40多年 1917年10月 苏联的无产阶级 都没有终止 因为他已经具有 被科学化和社会抗议的根本道理 他已经具有 大量的龙徒转身 所变成的俄国的无产阶级 他已经逆用俄国 在世界战争中的不利地位 在前线反内战 在国内要求党内战 终于推翻了八个月的龙征权 我根本是进了一个现场 大家看看 我毫无 意义的 要说明的是 我没有脾搏龙律格 我没有看不起无产阶级 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作为一种理想 我认为它并没有错 可是 从英国军事派龙民所作坊 到马克思恩格斯面临四大林所提出的这一条走向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道路的方式 这是绝对错误 设计的事情欧洲 正在从专制走向共产 正在从专制型经济 封建行会是经济 封建权力是经济 走向自民经济 正在从压迫个性的封建等级 走向个性和人文的极方 正在从文化上的单元化、多元化 走向总化的多元化 可是马克思主义 在这四个方面 集中的全是被盗而吃 正式上提出无产阶级的政治 经济上提出社会主义、公共的政治 在个性的解放上 它提倡党性、积极性和阶级性 在文化上它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学和文化 这一切都和十九世纪欧洲走向共和的方向 完全被盗而吃了 今天我不想在这里批判了 我其中的四条就是想说 共产主义及其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 是共和主义的天地 这个天地在中国的形态之后 没有立即发作 这个天地在袁世凯伏辟地址 张勋伏辟满旗 北洋军阀 伏辟混账的十七个年头里面 终于开始 从外国被送进来了 1919年和1920年 苏联人民委员加拿罕两次废 最终于沙龙时代被中国的国民队传统 博得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横盖 1919年 联人民重复地说一句话 到欧洲去的捷径 去经过北京和加尔格兰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想发动欧洲的共产主义革命 最短的路程是经过北京和加尔格兰再到欧洲 但他想得起什么意思 因为他有共产根源的阶段根源 他认为在所谓资本主义 比较多多的环节 亚洲的封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 他的共产主义更能比较容易胜利 然后再来要围剿和包围 斯大林在1919年发表文章 《勿望东方》 特别提出 千万不要忘记在中国 我们的无产阶级的更事 用毛泽东的报道 整个191954运动 中国的工人阶级刚走上政治舞台 当然这是一句相话 对我们今天说的那个事 那么正是 列宁斯大林有这么一个意图 所以他在宣布 分除沙默对中国的不平衡条件 博得中国民族和支持者的好看 可是1920年4年 苏联派维京斯基来到中国 联系中国各地的 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唐成立了秀允 1920年8月 苏俄派维京斯基到中国 在上海创建着中国共产党 并且沉溺了中国共产党的临时中央 大家都以为 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7月1号创建的国社 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办会 我请问当天 没有党就没有党员 没有党员就没有代表人 没有代表哪里就代表大会 一定是新有党 新有党员以后才可能开代表大会 这是长情长理 1921年苏联派马铃派维京斯基 派岳飞来到中国 包括第三共产党国籍一线武器 主持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办会 后马铃留在中国 告诉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 你们的所有经费必须由共产国籍支付 陈独秀在1922年的时候 我党的经费全部来自苏联 这是1921年 那么1922年 1922年苏联又对我们进行的怎样的干涉 他不仅在中国建立共产党 他仅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发布共产革命 他要求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正是肯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籍的一个支部 被第三共产国籍命名为中国共产党 请大家查二大文件 可是你们要知道 20年8月建立中国共产党 一直到1922年起 甚至于是到了23年的11年 他一共才多少党员呢 432个人 在中国 432个共产党员是掀不起共产革命的 那个时候中国就耗负了4.5千万人 那个时候国民党就有几百万个党员了 于是后 列宋和斯大林策划了另外一个英国来对付我们的 正在正向共和的中华农国 他命令 并且是强行命令所有中国共产党员夹过国 命令所有的中国国民党员在中国必须参加中国的国民革命 并且为孙中山的中国国民革命效力 成都秀当时不同意 成都秀抗争了相当的一段时间 最后被迫接受了苏联命令 因为我们的台湾通报有一个情况 就没有白痴的午餐 吃了人家的饭 拿了人家的钱 就要听人家的话 服从人家来吃饱 1923年11月 列宁派人找孙中山先生找了11次 要孙中山先生把国民党改成共产党 要孙中山先生把中国的国民改成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 都不能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同意 都遭到一再的拒绝之后 列宁派人想出了一招 这招牌命 连我们的孙中山先生都上班 正上班 因为孙中山先生在法国的岁面里 所有的西方冥想 东方冥想 没有一家来支持我们中国的民主共和 没有一个人来支持孙中山的中国国民革命 奋斗了三十多年的孙中山现实 由于不了解俄国的情况 以为俄国的共产革命 真正是俄罗斯民族的人民革命 在苏联的一再要求 一再的诱导之下 同意 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当必须服从国民党的刚民主义纪律 脱着在国民党里面建立共产党的地下集团和组织 要违反国民党建立者 这必须开除 但是 他进来了 四百三十多共产党人都降落了国民党 大多数是中小区分子 小区分子 小区分子 最多是高区分子 他们不满现状 他们不满族行 他们不满军方 对于革命迟迟不能够最后成果 感到痛苦愤 他们要寻找另外一条更加高明 更加清洁的道路 来使中国走向更加成果 我们不否定共产主义最早的那一批 道士 道士 他们其实不是坏人 他们并不是自觉地要去做马列子孙 不做中华儿女 但是 你没有情况 他进了中国国民党 他进了国民党的阵营 1924年 圆月一号 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李大超 就共产党的领袖 做了一个书面保证 这个书面保证的大历史 我和共产党的党员 现在加入中国国民党 因为环顾历史 唯有中国国民党才是一个有历史 有主力 有主义 有纪律 有前途的政党 只有中国国民党才能够在中国的民族解放 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道路上 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真正的明天 所以 我表示 我绝对地服从国民党的纲领主义纪律 我们要为国民党为我们自己本身的 中国国民革命事宜奋斗到底 为了中国的统一奥斗争 这是李大超先生的书面保证 今天人家保存在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面 是一个很大的事 1924年后 李大超 在发完这个书面保证之后 仅仅六个人 1924年7月1号 他在共产国际莫斯科第五届 在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这个报告这样说 中国共产党员已经全部加入了中国的国民党 加入了中国国民革命的阵营 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不是为了服从国民党的主义干领和纪律 是要把国民党的主义吸引和拉拢到我们的阵营来 以完成我们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持续 这一份发言和这一份报告 今天已经被苏联欺负 你看 1924年苏联命令中 共产党员做事 从1924年到1925年 在苏联的命令下 在这个中国共产党虽然幼稚 可是苏联共产党却极其老拉的这个特殊的国际条件之下 苏联共产党命令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内部 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 告诉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里面是由左派、中派、右派之分的 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国民党里面 团结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 自从深宗3000年1894年创建新中国 到1924年1月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理大会召开 中国国民党里从来没有左、中、右之分 避界不同到底都有 可是明确的政治的左、中、右派人 从来没有过 也没有这样的理论和这样的纪录 但是维京斯基和马力 告诉他的党徒们 必须在国民党里面 顾虑中派、参加左派、打击、参加国民党的分明 我们今天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 不是为了发展他们 是为了发展我们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1922年、23年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当中 说过一个这样的决戏 这个决戏的原话说 我们必须帮助我们的中国共产党 在国民党内部将共产党发展到全中国 1924年到1925年 他又做了什么 他对外帮助国民党建议过程党组织 省市县区的党组织 对内发展共产党 1923年只有432个共产党员的中国共产党 经过短短的二十个月的时间 发展了五万七千年 1925年 苏联又命令中国共产党 在广东革命政府正式变为广东国民政府的时候 要求解决真正的国民革命派的呼喊力 要求把亲共的汪精卫推上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宝座 要求让亲共的廖仲凯能够成为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中间一辆真心的烟火 全部当成 1925年的年纪到1926年的元月 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大会召开前面一个月 毛泽东在给本党的意见书里面 写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 我们共产党必须在国民党的二大当中 占有绝对的优势和力量 国民党二大当中 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代表必须占三分之二以上 国民党二大召开的结果 应该是共产党基本掌握了国民党中央的权力 毛泽东的这份意见书被共产党采了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查了 被苏联所拼走 于是在1926年元月召开了 国民党的二大召开 结果是什么 国民党的中央朝委 中央委员 你们有共产党员身份的 明确的共产党员身份的 占三分之一 全共的国民党左派 占三分之一 大家看看 一个国民党中央三分之二的共产党员 这个国民党中央就六个位 六个部长 五个是共产党员 一个是其左派分子 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部长是共产党员 谭平山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二十九个科研当中 就是办事人员当中 有二十七个是共产党员和左派分子 这就是苏联 这个老拉的苏联共产党 一点一点的教导过他的中国共产党 来切断国民党的党决 改变着国民党的兴致 把中国国民革命 逐步地向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向进行诱定 到二十六年 蒋介石先生和一批真正的中国国民党员 志在中国国民革命 志在中国统一的国民党的正派人士 他们觉得这样下去 中国国民党要亡党 中国国民革命将对中国的共产革命 所担心 但是既无所处 但是欺负了 苏联又命令 在鲍罗廷回国书知的时候 利用鲍罗廷离开中国不负责任的干系 由苏联共产党命令中国共产党 发动中山间事件 将蒋介石要支持到海森威 当他到苏联去 然后在广州全部夺取 黄埔军校的权 夺取他对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权 蒋介石 在陈毅夫先生走到广州马图 既要上俄国的盆导的时候 凡然转回生来 借用中山事件 中山事件反击了苏联的阴谋 共产党都会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群 苏联的太阳群 报罗廷回来 到广州以后 向国民党 向蒋介石的朋友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寿人物张国焘 专程赶到广州 向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道歉 陈独秀先生 一再地告诉中国国民党的领寿人说 我们共产党实在是把中国国民党的党务 包办得太多 我们确确实实 已经在共产党里面 走到了一个不恰当的地位 请让他去参约 上台的英雄党军出来 陈独秀 撞得起 今天这些策略 在中国大陆遗迹中的事 1926年 蒋介石其余中山间事件 多为不分党权 其余中山间事件 作为基础 发动了整理党五万 共产党对中山间事件恨之入骨 大家都知道 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整理党五万也是恨之入骨 可是我告诉大家 整理党五万有这么几条 第一条 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中央委员会议里 跟中国共产党身份的人 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在中国国民党的估计党部里面 中国共产党身份的人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第三条 中国共产党既然加入了国民党 就不能够诽谤批判 否定国民党的主义纲五万 我请问大家 就是你在学校里建立一个自己的民间团体 你也不会让那个专门来批判人 要打倒人 要取代的人到你的团体里面 中国国民党的整理党五万 这是一个主要的三种更宽容的 我请问大家 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来 可允许任何一个他党的人 做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做他的中央委员 做他的省委书记 县委书记书记书记 有吗 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意思 1983年我在等于参加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席 王昆仑先生的葬礼 我怀的是很简直的现行 到了八岛山 我想占有这一位候选家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领袖的形象 我又想到刚刚曾经 他的最高位 我就发现他身上的盖子 中国共产党的党 没有 讲究是逆用整理党五万 又多回了国民党自身的不分权力 讲究是非常勇敢 如果中国国民革命道是呆齐在广东 不能进京的话 共产党就会在广东 特斯、鲁鲁、河蚁一样 紧紧的纏绑国民党 借着国民党的须刻来发展自己 蒋介石先生面对着全国人民要求中国国民革命返法拿到军阀 面对着中国国民党在广东困境 面对着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再再发展自己的大争意义 蒋先生决心拜华 可是1926年蒋先生决定了拜华 苏罗的顾问报过庭 苏罗在皇族军校的三十余位军事图问 立刻发动中国共产党 在广州城的大街小巷贴满着反对本华 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标语口号 请大家参观1986年到现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国 共产党的现代史 他们都非常智慧和强妙的提到共产党反对本华的一举举 请大家参观李宗人的一路最不轻和的注册 李宗人在广州里非常明确说明 共产党是反对本华的 为了反对本华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特别会议 做了一个决议 为了防止中国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成功 为了防止中国国民党领导百发统一全中国 我们必须根据共产国籍的命令 荧光复制 以欲缴分权 迎接 因为亲共被国民党和平罢免的汪精卫 请他从法国回来重新缴缺 以欲缴缺分权 你看 国民党在所有的命令下来 又要再一次地分裂国民党 这一次的分裂果然达成的目标造成遗憾分裂 我想定时试到 1926年7月 75号 蒋介石先生不顾一切困难 带有过7400位 青年的黄金学校的学生军 开始来发 7400位 面对的是200万的军方 军人 他开始来发 胜利的禁军湖兰 胜利的禁军武汉 短短的时间去解放了南中国 残江以南中国 共产党要做什么 苏联又命令中国共产党 第一 挑起千军之争 蒋介石建议南中国即将解放 建议把国民政府南方各自国民政府 迁到南昌 共产党认为必须迁到武汉 暴罗廷说 我们已经在两湖地区 特别是湖北和武汉市 发动共产革命四个月之久 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信心建立一个 被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国民党中央 即是政府 暴罗廷的援罗 于是我迁都之刃 浪法唯一 第二件事情 在武汉 蒋介石先生还没有 去武汉 他必须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时候 背开蒋介石和国民党里面的坚定的 这个国民党二战的勇权为什么 被剥夺了他的正义 职务和他的军事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当百花军打进南军的时候 在苏联的命运下 这都是在苏联驻南军大使馆的档案里面 超车 记录着什么 记录着什么 苏联命令 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 百花军第二军 第六军的政治部 当时的政治部主任 附春和另外一个人 他们两个人 发动百花军里面的共产党兵士 杀害外桥 以允许士官 造成列强对中国 百花的反感和阻碍 可是英国的首相张伯特很聪明 他在当时在英国的下院 作证时 他说 看来 是苏俄和中国的共产力量 有意的和蒋介石的 百花军围来 他们不希望中国国民党能够统一中国 所以他们制造了南京事件 英国对我们所损失的英桥的生命 表示遗憾 但不忠惊 他说第四件事 当百花军已经把上海包围的水封炕的时候 共产党周恩来 从武汉潜会上大加工之后发动三次上海公共产起义 目的是什么 要抢在百花军解放上海之前发动起义 建立中国的巴黎公社 建立中国的上海市民政府 建立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请大家去参看中国共产党的党史 本京师范大学变的党史 和中国人民大学变的党史 这样 整个百花的后生当努力 共产党做的是什么 用逢于想象中的话来说 阳茂不能革命 因不革命 之不革命 当然他只革命 是共产党的共产党 是苏联命定的革命 蒋介石 在27年的4月12号 大家就知道 在我们党的历史书里面 我说的我们党是说惯了 就是在共产党的历史书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4月12反革命政变 我今天想问我们的询问 什么叫反革命政变 当时的革命是谁 当时的反革命是谁 当时的革命是北法军吗 是国民革命军吗 当时的反革命就是军法吗 是人人都痛恨的军法吗 那蒋介石是北法军的总司令吗 解放上海不是北法军吗 北法军解放上海 建立了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政权 这是一个革命政权吗 这是一个走向共和政权吗 怎么它变成了反革命和反革命政变的领袖 指挥者和实践者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 他的领袖们在听到苏联的命令之后 告诉他们必须把上海控制在共产党的手里面 所以即使是北法军禁了上海 上次国民武装起义失败 中国共产党仍然放在上海 发动工人起义造谈 建立工人称呼队 他们工人称呼队的总指会叫汪胜伯 4月12号的早上 带领着一百多名工人武装 冲进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军部 要造谈 要截夺这个军部的所有的强制弹力 反过来被国民革命军第六军 白宗席的部队把他们逮捕了 这就是所谓的412反革命政 他也是在苏联各团党的命运之后 请你们参见陈敦秀的回忆 所以到1927年 在1920年苏俄在中国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到1927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创建 1928年年底中华民国走向苏务统业 中国共产党年轻的幼稚的中国共产党 完全是在这个老拉的苏联共产党的命令下 一步一步地做着破坏中国国民革命 破坏分裂中国国民党的所谓的共产革命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了解了这些基本的事实之后 你们想一想 这个外患和内忧是何其之大 他对中华民国 已经成功地反对了袁世凯国民地制 已经成功地反对了张勋复兵满清 已经成功地结束了军阀的混账 走向了初步和平统一的岁月里 他们制造的是中国走向共和的混乱斗瓦和暴户 可是这没有结束 1927年 当412的所谓反革命政变结束之后 斯大林认为暴罗庭无能 认为陈德秀有群 斯大林发来五约指示 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刻引导全中国的功龙暴动 借助自己的武装审办和枪决 国民党的百发军军官 五约设计今天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书里面都已经被公布出了 由于他们没有做到 暴罗庭没有做到被招推国 陈独秀没有做到 被撤除了中共总书记的职务 斯大林派来了第二个代表 他的哥鲁基亚的小同乡 二十八岁的罗明拉茲 来领导中国的共产革命 来指挥中国的共产党 罗明拉茲当时中国做了一件事 在武汉所谓八七位移民 做了这样几个处理 尼克发动南昌巴黎暴动 尼克发动九月的湖南秋收暴动 尼克发动广州暴动 尼克发动长沙暴动 请大家看看北京一位历史学家 贝玉所写的中国总获这一本书 这本书强细地记录了 罗明拉茲这个苏联共产党的代表 是怎样的命令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国民革命 已经取得关键胜利的 那个岁月里面 是整个在中国发动的暴动暴乱 所以他们都是 1928年过去 29年斯大林命令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否成功取决于 它对中国农民力量掌握了多少 如果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武装农民的力量的掌握 有相当的程度的话 那么中国的共产党主义各种就有成功和胜利的可能 所以斯大林在192829年之际 连续给中国共产党发来的命令 于是会在中国土地上 在中国拦中国的一些偏偏不厚的风筝 一个又一个地区的万代判断 一个又一个地区的农民造反 就这样的迅速的蔓延开了 斯大林终于给中国共产党下到了三条钢链性的命令 他命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三大任务是 第一 武装暴斗 第二 土地革命 第三 建立苏维埃队 我请问大家 什么叫苏维埃队 在我们几千年中华文明文字的词典里 有苏维埃队的词物 他的俄语叫三变成 公共兵代表会议 我们中国有过这种人 可是 中国共产党在192823年31这四年里 就是征询着苏联斯大林的这三个命令 在中国的 拦中国的贫图的农村 在中国的大别山地区 在湖北 在陕肝 不断的发动着农民暴动 杀地主 打土豪 所谓的分田区 他和法国的旺盖文文化 不仅从思想上 从做法上 从行进上 都没有什么样的样子 一直到1936年 斯大林和苏联中三党 终于命令中国共产党 乘坐918日本清藏五国东三省 就在清藏五国东三省 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 在苏联的国庆节 1931年的11月7日 在中国的领土江西瑞京 创建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第一次制造了现代中国的分裂 制造了两个中国 制造了一个听命于苏国 苏联是祖国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苏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第十四条上说 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和各地区的人民 都可以独立建国 都可以脱离中国 都可以加入世界上的某个联邦 请大家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第十四条 我请问 今天你们是在老百年 我是占助在美国 如果我现在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 秉承着布施总统的命令 在中国也建立了中华美地兼共和国 还要进行五专动争 来向北京进军推翻共产党政协 请问共产党政权允许吗 中国人民允许吗 长情长女参加了阿富汗对美军叛变 参加了阿富汗恐怖行动的一个美国青年 尽管承认了自己出卖祖国的罪行 还是对美国政府叛参加了二十例的图形 这不过是2001月的事件 九亿发生之后的事件 好 我不舍 从1926年到1930年 大家看看 我们的外患是谁 我们的外患是斯大林 是苏维克 我们的内患是什么 我们的内患是勾结外国 在本国要颠覆中华民国 颠覆中华民国南京政权 要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更道义的中国洛权 不论他多丁清 不论他多幼稚 不论他是怎样的怀抱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刺激 他都是错的 他都是有尊重的 站在民族国家的人民里的 而不是站在国打的立场上 这就是对国家叛逼 对民族的崇拜 中华民国从1912年元宁串天 到1931年最称使节目 他克服了内患 克服了外患 一方面是外患频频陷入 一方面是内患频频爆发 在这样的困境下 中华民国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走 共和还要不要 共和的制度 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 民生主义 还要不要追求 中华民国的领袖们 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们 面对着这样的外遇 外患 内忧 交相接触的 国旗国内环境 他们是怎么做的 简单地说 第一反复地 反倒了人士 中国国民里面的那些痛苦的事件 中国国民党终于意识到 他们要反击吃货 他们要将共产党 从国民革命的正义里面清除出去 将共产党从中国国民党的对付里面清除出去 他们要对于当孤乱当头的时候 还在篡逆第二个中国的中共的叛变势力 进行危机 如果大家认为不错 那么今天在中国当务事实看 我看不会错 任何一个国家 包括最有民主自由的共和国 包括今天的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一间共和国 都不会同意 有人这么做 在境外势力的直接指挥下 颠覆本国政府 那么 除了反复败 要反复败 签议 中国国民党不承认外国民的利监定的发表声明 其只是中国国民的利监定的发表声明 当时的百样军阀政府发表声明 不承认外国国民的利监定 这就是历史 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 为了能够走向共和 对外反复败 护国 对外反侵略 卫国 在中华民国创建之后 在1929年 斯大林发动了对我国 东北的大型战争 东北地方的国民革命军虽然没有打胜仗 可是我们的将军 韩关帝将军 和无数的国民革命军的官员 牺牲在抗俄的东北战争 要想走向共和 必须反侵略 必须反对外国的武装干涉 必须反对任何国际势力 对我国自己的 清党干涉 甚至是 这是每一个人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 都应该自觉当作的 没有国就没有家 我们的民族被别人去灭亡了 我们的国家被人颠除了 我们的民族为何所用 为谁所用 中华民国和中国共和民党 在1912年到1929年 三一年的之间 漫长的历史过程里面 对外反复体 对外卫国 基本上获得成功 可是 他仅仅是卫国 他仅仅是护国 他就能走向共和 我们今天看大陆的电视连续 是汉武帝 汉武大电视 我们当然不能批判他 他是一个反动的专制军主 我们当然还是要歌颂他 他是我们汉州的伟大的民族英雄 是不是 可是 那是因为两千多年前 我们不能要求汉武帝 带人中国人民走向共和 那不可能 可是在1912年 元一号以后 中华民国已经诞生 没有参议会的中国 有了参议会 没有众议院的中国 没有众议院 没有宪法的中国 有了中华民国临时宪法 没有政党的中国 有了85个正式驻村政党 22个正式驻村团体 有了507家人民的自由的报纸 上可以批评总统 下可以宽正实力 专制制度的一言堂 早就被民主政治的多言堂所代替了 那么 反援之后 反朝之后 反对北洋军方之后 我们的中华民国和 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国国民党 是不是在走向共和 如果他仅仅完成了一个民族交给他 保卫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对他来说还不够 如果他仅仅只是对那些公开的 复辟地制的反动行为 和那些公开的 或者变相的打着共和的旗号 进行反扑的行为 进行有效的阵压 还不够 我们需要的是 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 在1912年到1928年 三亿年制作历史过程当中 他仅仅有没有 推动我们的中国 走向共和 他在内忧外患的国际固定条件上 有没有艰难地在走向共和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那么好 我现在讲第三国际 为了走向共和 我们的大中华民国 在政治 在经济 在思想 在文化上 究竟有什么样的表现 第一 在政治上 1927年48号 中华民国南京军数成建 1928年12月31号 中国走向初步的和平同意 之后 中共党做审论 立即发布了六条训政纲令 立即从事了对外 都会主权的奋斗 单方面的宣布 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 是我们自己宣布的 外国都没有投入 可是我们的南京政策的宣布 虽然这些条约 一直到1942年 才真正的全部被废除了 那是因为 我们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 对世界繁华西斯战争 做出了卓越后见 这是我下面讲到讲的问题 中华人收回了 各国从晚清以来 在中华境内所创立的筑建 从武汉收回筑建 到天津收回筑建 到南京收回筑建 到上海诸次收回筑建 多么有筑建 第三 收回了1842年 中英南京条约以后 国律平丧失了80年的官顺主权 在这幽幽的历史当中 被外国人掌控 我们的南京政府 把它夺回来 三年之内 我们的关税 从一亿一千三百万 就涨到了三亿三千八百万 我们收回了六十年来 我们国家的邮政主权 是对英国和法国的几个人控制 国民政府把它收回来 邮政权重新回到了中国人民的省州 中国大陆 一位历史学者 在已经八九年出版了一本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议 这样一本书 详细地介绍了 中国国民党的国民政府 只是怎样 在对外增回主权 对外 对外 对于是什么训证 我想这个问题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 包括对于我们来讲 在漫长的世界里 都是一个非常困惑的问题 为什么 我们一讲起国民党 我们大陆的人 都有一些言辞 叫国民党的公开 是吧 只要一起去国民党 是国民党的公开 只要一起去国民党 是国民党一党的公开 我想说 训政不是专制 训政更不是专制 训政是什么 就是今天我们所提出的 时髦政治理论 威权主义 新威权主义 我给国民党在三十年代的训政 下了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叫做 威权民主实战 我下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 超过了训政的范围 建议专制 越过了威权限度 就是独裁 可是蒋介石 在三十年代 在报纸上 被共产党 左代人士 甚至于普通知识 知识分子 都骂上八个字 我想在这里 很多朋友都知道 是吧 独裁无胆 民党无力 谁这样 八个赫然的大字 都在中国许许多数的报纸上 既然是独裁无胆 当然就还没有独裁 既然是民主无量 就是还没有全面提醒民主 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好 这还是在往文字里有信 那么我们看一试试 什么试试 到一九三七年三月为止 在国民党反动态的统治下 中国大陆人民能够自由地办报纸 一千名三十一份 中国人民能够自由地办刊物 一千五百一十八分 中国人民能够自由地办大型电台七十二家 中国人民能够自由地办通讯社五百二十家 大报 国文日报 大公报 声报 都是明白的 世界书群 中华书群 商务运缩 都是明白的 四九年到今天五十一五年了 五十六年了 中国大陆哪一家报纸是农结办的 哪一个康本人自己办的 哪一个出版社书局是老百姓自己办的 这是实施啊 直到今天商务运缩 中华书局世界书记的名称 还在中国大陆 在我们的台湾 在海外 存在着活跃着 继续着他们的出版世界 这就是民权啊 这是最重要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啊 国民党也搞了一种恶法 叫出版法 这出版法里面有两条 第一条 他说 任何一个人要创办一个刊文 可以先办刊文 后申请审查 就是先出版后 第二 怎么审查 寄两份给中央党部 寄两份给本地党部 因为牵涉到国民党的党类和国家的外交事务 需要询查 所以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在三十年代 就不断地办了各种各样的刊文 今天这个刊文 共产党决查实在太过分了 国民党决查实在太过分了 我们就把它尽量换个名字去右半部 这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我再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事实啊 国民党网络派在1928年统一中华中国以后 从1929年到1932年 短短的三年多的时间里面 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全部出版了 翻译出版了 不仅如此 还把苏联的无产阶级特命文学体论和文学故作全部出版了 1949年到今天 能这样呢 可能为了这个自由 牺牲了多少知识分子的脑袋 这就是训政阶段 国民党反动派在思想上 在政治上跟人民的关系 这个关系不是大幅度的自由 不是大幅度的民主 因为我们有外观内忧 可是这个民主和自由 这个民权是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上台有个著名的作家 叫王若旺先生 大家都知道 王若旺先生在纽约和我住得很近 但是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他深切心 亲自告诉我 他也做过国民党的牢 他也做过共产党的牢 他说这两个牢可大不一样 他说国民党的牢坐在里面 还可以看马克思主义 他十六岁坐过国民党的几天牢 就在里面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所以才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他在成了共产主义战士以后 当共产主义更生在中国成功以后 他坐了三次牢加起了十四年 在外患内忧之下 不得不对所谓的自由和民主进行一定的限制 而且是对拿枪造反的进行限制 对思想方面的理论方面的很少加以限制 这样的新权威 他的目的还是要通过训政的方式 通过威权统治的方式 中部的走向宪政 而不是倒退回到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 所以他才是独裁无奈 这才是所谓新权威主义 这才是所谓新权威主义 有些人很有意思 他们把说 我曾经呆过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大华学生 王富林先生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了政治科学系 西方的民主政治科学系 回到中国中部江泽民去做新权威主义 我当时就想什么叫新权威主义 新权威主义很简单 老权威不行了才叫新权威吧 这是表面的意思 可他内在的意思是什么呢 维护新制度才叫新权威 一个新人上了台还要维护旧制度 像胡锦胖那样 说百行和古巴的政治路线 从来就是真权威 这是叫新权威吧 这是新人老权威正权威 这才是我们判断新旧权威 的一个根本的分界限 所以蒋介石的训政 实际上是 征从孙宗商的教育 训政是什么 这是一个 应该说是中国古代的名词 老太后老皇帝坐在林子后 看起了皇帝整个处理事 指导他整个处理事 他的愿意是这一种 可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党专政 一党训政的事业 他是什么意思 从中上是不是很清楚 训政就是建立一个 有权威的革命政策 能够做布局保证宪政的推进 他的具体手段 就是在宪宇下进行自治 帮助我们的人民懂得怎样 行使民主权力 即行使创制霸能 不去刺杂谁 这就是训政的 这就是训政的两个主要内容 国民党拜佩台湾以后 1950年就开始了现党的秩序 不管他做得怎样 也不管他做得多么的不彻底 和多么的不普遍 他在失败的心惊胆战之时 就已经在用这个方式 进行限制这种地方 大家都知道最近中国当中 广东派与泰师村民公司 这也称了两千多的村民 非常强烈地争夺了自己的村民之权 选取了自己的村民委员会 共产党一个都没选上 现在共产党的政党有一个错麻烦 报道的心情已经被带入了 在策划这场所谓民族选举 坏人已经被带入了 比一比吧 所以这只是训政的意思 这是在政治上 第二在经济上 我不多说了 我说我们大陆徐载在1989年 写的这段说明说一段话 这段话很有意思 他说1929年到1931年 这是整个世界经济危机的岁月 大家都知道 二十年全世界经济大危机 斯大林根据这个经济大危机 预言的资本主义事件 就要立刻崩溃的预言 当然这个世界 全世界各个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 实际上是西方民族的国家 都面临着一个经济上的大萧桥 微有无人的大中华民族 在1929年到1931年 这三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间 出现了什么奇迹 出现了大发展 中国大陆学者的这一本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这本书里面 它明确的时候 短短三年 中华民族新增大型厂房 六百六十年 短短的三年 中华民族的新增加的资本总额 达到两亿五千两百四十五万元 短短的三年 超过了1912年到1919年 中国民间自由经济 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我在上一条文讲 1912年到1919年 中国由于中华民族的创建 新开根本的成功 八年之间 经济成就 经济资本的投资总额 是满群王朝四十六年改革开放的总额 可是 1929到1931年 却超过了这个总额的三倍以上 这就是中华民族当时的经济情况 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每年在我们 中国共产党的开放当中 都要保七保八 对不对 我在上一条讲的时候 告诉大家 满群王朝 好多事 你们知道 本身是18号 本身是25 1820年 中国的GPT1820年 也就是鸦片战争前往生 中国的GPT占世界总数的33% 美国占27% 欧洲占25% 184年年的鸦片战争之后 我们迅速滑落 到了满群王朝四十六年改革开放 迅速回升 所以经济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回升到了跟欧洲相当 大家看看 最终的经济学家 所造成的这种方便的素质 我们的中华民国在1912年到1937年 这个漫长的 竟然一个万万类又交相坚迫的情况下 它的经济却发生了这样的情节 在世界经济大萧桥的性命中 它获得了长度的进度 它的经济增长能保持在百分之十 中华民国在经济上 获得了这样大的持续 在思想文化上 大家都知道 一谈起思想文化 我们就会想起永迅 想起文弱 我们会想起霸金 我们想起草语 中国新文学的伟大的作家们 都诞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恐惧事业 这是史诗人 大家看过中国大陆有一部历史剧 叫做人间四月篇 写的就是三十年代中国的诗人 自由派诗人徐志伯的故事 徐志伯这个非常才华卓卓卓的诗人 他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 他过的是文学的人间四月天 我在中国大陆也算个小作家了 我也出版过发作文书 可是我从八年年 刚刚写了两篇刚不错的小说以后 今天告诉我们不能许文革 明天告诉我们不能写反右 后天说我们在缺社会主义的德 不是割社会主义的德 再过两天就是我们在传播西方资产间 这些竞争无感 我们不得安宁了 我就不说1979年三中全会 鼓吹改革开放之前的毛泽东三十年 我们有多少有才华的文学家 把脑袋撞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品能之邪 这是个事实 大家再看看 左连是什么 左连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左翼文盘 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委员会 引导的枝节的文学组织 左连在当时的中国文堂上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 他有什么权利 他有办手办事办康的事 萌芽大师就他们办的 他们所办的杂志迄今算起 不亚一本分的组织 左连在中国三十年代 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堂上 今天可以斗争自由和文人 明天可以斗争第三种人 后天能够批判资产的文学 大多天可以割上四大领奥 我们的父亲 这就是诗一诗 何不乐习 四大领奥 我们的父亲 我们 从文学的直觉 从文化的直觉 我们应该想到 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什么呢 当时的武汉大学是什么呢 我是五大领奥 我在武汉大学 若加山脚下了一条 阳城小道士 年龄小道士 经常在那里徘徊久久 我看在掩映在绿树丛中的 二十七种 破破烂烂的小羊额 我本身感慨 这二十七种小羊额 七车七色五 再看看武汉大学 在1949年以后 光是挂膜的 上吊死的教授 就几时上班 著名的文学理论家 刘寿松夫妇 1966年 一根绳子挂在墙上两边 把老父亲两边 吊死在墙上两边 这种故事在中国当中 是语尽如鲜 共产主义的胚态 台湾社会坏态 威权民主的怪态 大陆社会的鬼态 民主制度死态抵熬 他哪里知道 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 过得什么一样的事 他不知道 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面 敢写书 骂国民党的想件事 我在共产党的监狱外面 想都不敢写 大中华民国从1912年到1937年 全在看到包含之前的这个岁月里面 真的 他的艰难的走向共和 他不得已而不得不做一定的政治上的限制 可能这个限制的目的 是为了将1935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推向最后的成功 二十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在1946年三国通过的时候 被胡诗志先生誉为 这些全世界最民主的宪法 对美国的宪法交易 而且这个宪法不是国民党主持指定的 是国民党 共产党 青年党 甚至于包括国家社会党 张军麦克林主持指定的 1912年到1937年 我们的大中华民国在外患内妖之下 在共产革命的重重保围和挑拨力尖 动乱暴乱之下 他是一步一步的艰难的向前走 这样 就像费天青先生 一辈子爱共产党 一辈子讨厌国民党 可是1991年 他临死前两天拿了一本 他这一辈子最后的工作 中国新闻 送到了哈佛大学出版室 告诉他 这才是对中国现代的 而就针对成果 这个成果是什么 这个成果的结论是 中国没有日本帝国长期奉皇进入 中国国民党是能够把中国 成像民主化的道路上去 大家去看一看吧 他的中一本在台湾早就出版了 从1912年到1937年的 这个艰难岁月里面 我们的大中华民国 外看侵略 内反复地 坚定的在走向共互的道路上 一步一驱一步一蓝的走 如果没有日本异国的侵略 你们想象一下 在政治上 在经济上 在文化上 我们今天该是什么呀 在这和圣月里面 我今天不想讲别人 我今天甚至不想讲 1928年4月15号 在上海 瞎飞入一家照相馆的楼上 第三共产国际交配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任务 中国共产党胜利地讲 台湾的几名共产党 尤其到这里完成的任务 为台湾当时的共产主义革命台族 制定了台湾民族 台湾独立 台湾革命三大干部 我不想讲 第一个分裂中国的是中国共产党 虽然它是在苏联的命运之下 第一个制造两个中国的是中国共产党 虽然它也是在苏联的命运之下 我们作为共产党 我们把自己的民族国家和人民的进入 当作唯一的标准 我们来看待国民党共产党和一切社会力量 一切的个人和领袖 我们才能得出公正的机会 我的机会就是 1912年创建了大政华人员 我们在外方的胶塞肩膀的肩膀的机会调查 还是肩膀的吞进共产 要走向共产的心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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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